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升级不光更换了电子设备 武器系统也进行了一番大的换血 最为明显之处就是加装了垂直发射装置 该装置不光能发射海洪七零下16舰空导弹 还能发射反潜导弹 其实 现代极区逐渐的反潜能力不是很强 在苏俄海军战斗训练中 舰队的反潜任务需要无畏极弹性反潜间来执行 经过改装之后 中国的现代在反潜方面有类似的提升 将成为海军一道新的反潜铁闸 抢到28反潜直升机与中国海军部分 国产区互进配备的直九相比 现代极区逐渐装备的抢28反潜直升机性能更加突出 抢28是中国获得的第一种功能完整的反潜直升机 该机从设计一开始就定了尾件的反潜直升机 它的全部设计和设备配置 都围绕着反潜作战进行 它的反潜作战半径达200千米 二大超过了很多潜艇的攻击范围 相关资料显示 抢28除了调放声纳 还配备了磁翼探测器和雷达 磁翼探测器可测定周围的磁场变化 一旦附近有潜艇经过 该汉越的磁场强度就会增大 磁翼探测器通过磁场强度的变化就可确定潜艇的存在 其有效探测距离可达400多公里 这一点能让它在对付和潜艇时作用更为明显 当它发现敌方的潜艇时 能够通过数据链将敌方潜艇的信息发送给现代舰 军舰根据收到的信息发射 一枚或多枚反潜导弹制目标海域上空后火箭与鱼雷分离 鱼雷入海后打开主动制导雷达 自主寻找目标并攻击 这个过程要比潜艇在水下跟敌人搏斗更有效率 而且也更加安全 美国海军MK48型鱼雷单价高达数百万美元 美国海军都和潜艇装备设成 达45公里的MK48型鱼雷 一旦发起攻击就很可能暴露了自己 而45公里绝对不能保证自己在绝对安全的距离 虽然水下的潜艇可能拿它没辙 但是水面舰艇却是它的克星 虽然核潜艇的静音能力必常规潜艇枪很多 但是贸然采取攻击行动 就是在拿全体艇人和一艘价值连长的潜艇在开把销 有了升级版现代这样的反潜力气 中国海军能对强悍的核潜艇实施威射核区一 可以保证重要海上交通要到的安全